Hello 大家好 我是沖潜老师 那今天我要来跟大家介绍Napkin AI 它是一款AI工具 它在做什么呢? 可以将一段文字快速转换为视觉化的图表 那图表产生完你可以给PowerPoint用 也可以给Canva用 当然它本身也可以产生PDF文件加图表 那我们就来看看吧 那首先各位看一下 这是Napkin AI 这是一段文稿 这里 文字看起来其实 我们说文不如表 表不如图 图表的视觉化效果吸收率最强 阅读起来最方便 那我Ctrl A全卷C肤字 我打算把这一段介绍Napkin AI功能 变成图表化 简报 来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进到Napkin去 那这个Napkin 要用Google账号注册 第一次注册的时候 它问你说什么 你是什么单位的学科 反正填完资料就好了 进来就进到New Napkin Napkin是餐巾纸 点开来的时候呢 这里有两个选项 一个是AI帮你产生文稿 我们通常会使用什么 空白的Napkin 我们给它我们的文件 请它帮我们产生 我们要的图表 展开来 这时候很简单 我们刚握的那份文件 Ctrl V贴上 就过来了 那过来接下来怎么做呢 来看哦 我移到这里来的时候 你们看到左边的闪电 当我点下去的时候 它会针对这段文字 帮我产生一个图表 来点一下 图表就帮我生成了 当然生成的图表 你是可以做修改的哦 诶 那这里生成图表 各位看一下 这有几个选择哦 一 二 三 四 还没完 下面还有 上面还有 你看一下吗 哦 你可以选择你觉得合适的图表 它自动帮我们产生图表 来 Napkin AI的概述 哦 再一次再一次 不好意思 我刚刚点太快了 点完以后呢 假设说 我觉得这个灯泡可以 点开来 来注意哦 点开来 这个是图表的样式 那还有风格 style 点开来 这边只是颜色的区别 好 又彩色点了 就进来了 那点完以后呢 这一张图 可以个别下载哦 假设老师 我习惯在PowerPoint 在Canva 做简报 可是它快速帮我们产生图表 点几这个箭头就可以下载 PNG SVG PDF 背景透空的 如果是SVG 我们在PowerPoint 可以再把它 把组合分解 群组 可以再个别编辑 那如果这张图没问题 当然在这地方还是可以改哦 所以我觉得这个图 点一下 我想换一个 点这里 跟文字相关的 文 你看见了吗 哦 那看一下 点了这个以后呢 这边有四个功能 颜色 红 调色盘就是颜色 呃 我给它蓝色 色彩是不是看起来比较棒 调色盘 来我把这四个功能介绍一下 第一个 给颜色 第二个呢 线条 第三个 下载 第四个 换可爱的图示 哦 看这个是不是很棒 我再给个颜色吧 那图示我也换一下 它会自动侦测 跟教育用途这个 来我们来选这个 人进来的 那其实图表加这个 效果是更赞哦 所以这里呢 哦 点开来 那字一样 字是可以改的 所以图可以改 字可以改 那这边是个功能 哦 Spark Search 什么意思呢 我想搜寻一个 譬如说长导什么 呃 点开来 输入关键是 EDUC Education EDUCATION 好 这个就进来了 你看见吗 哦 所以这是加 图示 这个是加 额外的文字 我想再做个总结 那这是画线条 这是加 图片 哦 再来 我们再试一下哦 那再 再移到这里来 刚刚点选在这个段落 那这个Napkin AI 它是以段落为基准 如果你们按Delete 那就这一段 变成一个图表 看见吗 如果要针在上面呢 按Enter 它是用段落来做序格 再一次哦 点一下这个闪电 它就侦测里面的文字 AI自动把我们生成 哇 这个好赞 来 那我们就上去一点点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可以产生什么样图形的AI 你可以自己选哦 这图表类型还蛮多的 这里 这个 滑鼠滚轮 二 那我觉得这个 我希望它像这样 开始算这个流程 你可以选一个合适的 这个 好 针对这个步骤 这个看起来已经有手会风 而且做起来我觉得效果也还不错 那譬如说我现在点选到这里来 步骤在这里 点开来以后点的它 再提醒大家 这里还可以再做修改 点到图形 就选图形 点到文字的点图形 图示 这是现成的内部修改 点到谁 那下面这四个字 在做什么呢 在新增 我想再加个图示 加个文字 画线条 加图片 哦 来 那这一到这一台 再来产生一个进阶功能的 自动搜寻spot 展开来 这个层次加过是不是也不错 那如果这张图我觉得不错的话 再提醒大家 我们来下载一下看看哦 当我点在这个图表里面 来旁边点一下 这个 好 那以上 点开来 框起来 老师选不到 选不到就把它框起来 好 点选下载 我针对这张图下载png 再点选download 那这张图就会在我们的下载去看一下吧 就是我们刚从 这个Napkin下载 老师 可是如果说 我在这里就做完了哦 好 我们在Napkin AI 在这里呢 来 这个library的地方 这里 这个 整份文件 整份文件 来看一下哦 这里 名称 对不对 那在library这里呢 我可以点三个点点 就可以下载 什么呢 pdf 好 我把它下载下来好了 那一个single就是一页或是A45的单位 我就让它一整列下来 export 输出 好 下载下来 我们来开起来看看吧 那怎么开起来 这时候呢 pdf就是我们刚 我给它一段文字 它自动针对这段文字帮我产生图表 图可以改 字可以修 都可以再编辑哦 哦 是不是很方便 来我们再回到这里来体验一下下 我现在在做第四个了 移到这里来 进阶功能点这个 它就帮我们产生图表 对不对 如果确定这没问题以后呢 点开来 右边style是 颜色 颜色改完 还可以再修 好啦 再做一个吧 图表下载 它可以输出 png svg pdf 那这边我特别提醒大家哦 在这个 这个选颜色 颜色比较好 这个svg 的话呢 svg 在那个 powerpoint 是可以 个别输出 变成什么呢 可以再把它分解了 好 那今天呢 我们Napkin AI就介绍到这里 赶快试看看吧 哦 这个非常棒 快速帮我们产生图表 哦 那是不是省事很多 谢谢大家观看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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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